哈嘍大家好,我是丹肉 ROG-LINE遊戲白白總 其中就由卡牌作品為大宗 殺戮堅塔我想大家都認識 正是這遊戲開啟了卡牌盛世 所有黑地是這迷宮探索型的動作遊戲 加入了ROG-LINE元素 欸,很棒,玩過多數戰有夠毒 讓人恨不得再玩一局就好 時間就這樣花啦啦不見了 這時許多玩家應該就知道 ROG-LINE這元素只要運用的好 就能創造出豐富的遊戲性 於是越來越多元的題材漸漸冒出來 就比如這支影片所要介紹的遊戲 竟然有開發團隊把城市經營這種比較細膩的玩法 加入了大量隨機性的ROG元素 這本該不大概的想法碰在一起之後 欸,好玩耶,很不錯,有點毒 就算現在還是搶先填板 但還是有許多玩家有著跟我一樣的想法 玩著玩著就有點上頭了 發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達到了3000多篇壓倒性好評的程度 而至今已經快6000篇評論了 它就是風暴之城 如同現實會有春夏秋冬這一個循環 而在遊戲裡同樣也有 但卻更加烈 其他時間一到就會降臨滅絲風暴 整個世界森林塗炭 而唯一的避風港就是由焦土女王所統治的薰火城 而你是它麾下的開拓者 負責建立新的居落來取得寶貴資源 那在荒野之中你得從零開始建設 而此時焦土女王會隨著時間頒發9道招令給你 簡單來說就是人物 那每道招令之中會有多選項的選擇 通常一個比較難另一個比較簡單 而如果玩久一點就會解鎖現實招令 這當然就是最難的 那完成之後焦土女王就會感到高興 隨著不同的難度就會拿到不同的獎勵 那這個任務系統除了方便獲得資源之外 還有就是會影響這局遊戲是否能夠順利通關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下方會有左右藍色與紅色進入條 其實女王性格非常的不講理 她只想要快點拿到想要東西 並不想知道這事情有多難辦到 因此隨著時間累積 女王的厭繁值就會逐漸提升 就是右邊紅色那一條 當累積滿之後這一局會失敗高中 那我們身為城子該如何緩解女王的小情緒呢 當然就是完成女王所給出來的招令 只要完成一道就能減少紅色進入條 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減少的方法 同時也會提升藍色的聲望值 我們要完成這一局的遊戲 條件就是要把聲望充滿 而聲望累積的方法其中一個就是完成招令 因此任務的選擇就很重要了 可別傻傻的看到所給的獎勵實在是很香 而挑非常難解任務 導致解都解不了 實驗繁殖持續上升 直到失敗來當作結尾 那簡單來說機制其實挺好理解的 就是在紅色進入條滿之前 充滿藍色聲望值就好 那除了解招令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森林之中 滿滿的伐木 進而發現這危險隨機的零件事件 事件本身完成的條件都各不相同 當然不免俗的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像是你必須攜帶特定資源來解除未爆彈 或者在解的過程中 會降低你手下功能的信念值等等 而且當你發現事件本身的時候就會開啟時間倒數 如果時間一到還沒解除的話就會觸發非常大的debuff 那各位不用緊張放輕鬆一點 因為每次解完事件本身就能獲得二選一的獎勵 像是聲望的提升或者取得大量資源 用比喻的話有點像是在抽獎 如果抽到好幾個事件那根本就是免費贈送的獎勵 翻過來如果是難解的鬼東西 那就很考驗零基因變了 相信我你絕對不想吃到debuff 難受 下次會加速腐敗你倉庫內的食物 或者破壞範圍內的一切存在等等 那最後一個提升聲望的方法 就是滿足你手下 咳咳 殷勤努力的功能們 只要滿足他們的需求就能提升信念 信念又高就能使聲望每分鐘緩緩提升 因此當個好領導人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說是這樣說 信念的提升可不是這麼輕鬆的事 要知道當開始蓋基礎設施的時候 唯一無法避免的事情就是伐木 你沒有砍柴敲速就沒有辦法進行遊戲 但你開始這樣做之後 森林的敵意就會逐漸提升 而玩得越久開發區域也就越廣 砍的木材一多 森林就會還不開心 而這可是會降低供人們的信念值 而且隨著時間慢慢流逝 女王也會分批派人過來支援 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好事 多人手作喜事來是半功倍 但森林的敵意可就不這麼想了 一直砍一直爽真的是當森林吃素的九次了 於是敵意越多我們就在特定季節 吃到大量的debuff 誒難受 當然也是有辦法緩解這情況的 像是每隔一段時間 女王就會送生物三選一的基石獎勵 有些能夠降低森林的敵意 或者是蓋出貓一戰讓商人帶著好康的商品到來 其中就有可能會是降低敵意的生物等等 要辦法也是有辦法 但全都是隨機靠賽 因此說實在話靠不太住 還不如趕快滿足聲望值完成這一局還比較實際一點 於是城市的發展勢不可擋 那其中基礎的建築應有盡有 最少不會讓我們餓死在荒野之中 女王雖然皮膩但可沒這麼狠 但隨著透荒之後就會發現 基礎建築無法滿足大量人口的需求了 於是這時我們就能見識到遊戲的特色 三選一的抽選建築物 起初能夠抽三次 而隨著聲望值提升 全部加起來總共有11次的抽獎機會 那裡邊種種建築物加起來應該300個 有點多我們又仔細去數過 而這會導致每一局玩法一定會有所不同 畢竟你這一局可能抽到探險者小物 但下一局抽不抽得到那就不好說了 不過你的嘴若開過光那就耽誤沒說 而且若真的開過光也可能會應付不了 因為每一局的環境地形都各不相同 可能這一局拓荒推拓發現很多農地場景 選擇小農場種幾天來風生水起 資源食物滾滾來過得非常愜意 但下一局你想複製上一輪的玩法可能就會察覺 這一局半點農地都沒有 如果有選擇小農場建築物就等於白給了一次機會 所以玩家得要無時無刻地去思考說 我好屌的成就感非常的舒爽 不過說實在話如此拼命的思考用平常心來講應該會很累吧 這 的確是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但製作團隊很巧妙地把一局時間控制在40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體驗起來恰大好處 在精疲力盡之前就能玩玩一輪 甚至還可以開啟下一局一晚再玩 整個遊玩過程是非常棒的 那打完一局之後回到世界地圖 此時你又獲得一點資產 可以用來升級天賦來互多互少的幫助下一局可以更加順利 像是燕繁殖的提升可以緩一點 或者抽選的獎勵可以免費更換一次 所抽的建築能夠重新換過一輪等等 那玩得越久玩家等級也會提升 就會解鎖更多的生物與建築來給玩家嘗試 豐富更多的遊戲性 那當你配點好回到大地圖 繼續選擇想要開拓的區域 途中會有問號隨機的變數 會使新一局變得更加艱難 但獎勵也會更加優渥 接著還提升挑戰性 就這樣慢慢的往外拓荒 而你會有群同事跟你一起競爭進度排名 看誰拓荒的閱讀 誰就能在女王面前擁有面子 一局接著一局 直到蔑視風暴的來臨 整個世界重新洗牌 根據進度排名來獲得應有的獎勵 在新的一輪我們將重新拓荒 重新挑戰 遊戲主要核心玩法就是在跟時間賽跑 在女王厭凡只買之前完成聲望 同時也得顧好平衡才行 在聖連第一飆升到無法控制之前完成這一局遊戲 手下工人們信念值有沒有顧好 建築設施有沒有帶給他們滿足感 如果沒有待遇太差了 他們可是會散人不干的 而資源的控管上就取決於你對抽選建築的判斷 建築選得好就能走得遠 而好與壞就當看於你對環境的認知了 一個個系統中緩緩相扣 不過當然一個作品可沒有完美的事情 遊戲在玩起來又缺點非常明顯 你可以聽一看再考慮要不要購買 整個遊玩過程當中都保持在高度隨機性的情況下 考驗的就是思考能力了 那選擇決定的好與壞最起碼調一個基準嘛對不對 那該如何建立起這個基準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斷的試錯 當失敗的越多次 就知道什麼該做什麼又不該做了 但是呢又因為高度隨機性的特色下 試錯難度非常之高 而又因為內容太過於豐富 然後這一開始上手挫折感 真的不是一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 我永遠記得在玩玩新手教學那一兩個小時之後 正式開啟第一輪遊戲 我整個雲裡來物理去的 看著警示提醒一個個跳出來 我卻不知道該如何阻止 好絕望真的是好絕望 然後好險遊戲有做百科全書 你可以翻開來看一看其中的小細節 這對於新手來說幫助 好絕望真的是好絕望 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我那時內心有股衝動想關掉遊戲氣坑了 那也不是說新手教學做的不好 因為他該教的都有教了 但是細節部分不可能一個個教你 畢竟上百個建築教你上百遍 新手教學30小時之後才開始正式遊戲 你說這可能嗎當然不可能嘛 但問題就是三百個建築中有優先順序的問題 哪個是前期重要的 哪個是後期採用得到的 對於新手來說根本無法判斷 因此豐富的遊戲性高度的隨機要素 既是遊戲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 一開始太難上手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如果對遊戲有興趣 先去爬文差攻略 看看什麼資源是重點 哪個建築隊前期來說是重要的 絕對會比你一個人痛苦摸索來得好 最少會玩得比較快樂一些 但當你開始有點上手之後 此時就又會發現 又是因為隨機性的關係 當你抽不到你想要的建築時 有很多事情都會卡成一團 像是場面上有資源卻採集不到 想要特定的東西來完成任務卻會卡在某個環節 因此有強迫症的人 玩起來絕對是很痛苦的事情 像是我很喜歡把看到資源都開採乾淨 但是這遊戲不允許我這樣做 你抽不到特定的建築那就什麼都談不了 當時玩起來差點快要中風了 不過當你熟悉整個流程之後 對建築系統的特性漸漸摸索了 就會覺得 欸? 玩起來好像挺不賴的 每一個選擇所帶來的回饋感覺有點讚 一開始看起來恐怖無法掌控的隨機性 才會在系統的搭配下約束起來了 場景中找不到食物吃 那可以找來商人購買食物 所給的獎勵都沒有石頭黏土可以用 那可以在場景中採礦來獲得 工人們的信念值一直上不去 那可以透過抽選建築來建造娛樂設施 等等 在新手時期你無法解決的事件 其實等你熟透之後就能發現 總會有多數以上的手段可以來幫助到你 高度的隨機性既是缺點同時也是優點 一開始很難上手 但你漸漸了解之後就會越來越好玩 就像是一壺好酒 越沉越香越晚越上頭 越晚時間與快樂成等比例上升 知曉越多就能玩得越高興 好啦那是當樂 這遊戲推薦給喜歡資源管理的你們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by bwd6